很多成年都有牙癮萎缩的现象,而牙癮萎缩又是导致牙齿根部蛀牙的元凶。 牙癮一旦萎缩会引发什么症状? 1、牙癮萎缩后,牙关会变长,牙骨直破露,对冷、热、酸、甜都容易有敏感刺痛的表现。 2、牙缝变大,容易晒牙,牙根菌斑堆积,导致牙根面取齿。 3、牙癮容易出血,肿胀,牙癮呈身红或暗红色,牙齿松动和脱落。 牙癮萎缩的原因是什么? 1、牙草骨萎缩,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牙癮萎缩,一般发生在60岁后。 2、香牙不当,当考瓷牙,全瓷牙设计不当时,会伤害到牙癮,刺激导致萎缩。 2、炎性口腔病,比如牙周炎,牙结石,口腔溃疡,牙癮炎等,都会刺激牙癮导致萎缩。 3、刷牙不正确,包括刷牙方式不正确和牙膏选择不正确,刚开始没有明显症状,但会刺激到牙癮。 4、牙癮萎缩了能自愈吗? 很抱歉,牙齿的问题可以解决,但牙癮一旦萎缩,就是不可逆的,更无法自愈。 所以,当发现有牙癮萎缩的迹象时,就该不要再刺激牙癮,维护好口腔。 预防和控制牙癮萎缩的有效方法有哪些? 牙齿洁白亮丽,而且非常坚固不怕冷热酸的牙齿是每个都拥有的,那么在日常生活中,除了坚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外,有没有护理牙齿饮食方法,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呢? 护理牙齿饮食方法介绍,长池下面的瓜果蔬菜能有效的护理牙齿。 芹菜,芹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,嚼芹菜时,它就像在帮牙齿进行大扫除,能擦去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细菌,从而减少牙菌般形成。 越是嚼得费劲,就越能刺激唾液分泌,平衡口腔里的酸碱度,达到自然抗菌的效果。 香菇,除了能烹制美味佳肴外,其所含香菇多糖体还可以抑制口腔中细菌制造的牙菌般。 芥末,不仅是吃生鱼片时必备的调料,研究发现,其含有的益酸禽酸能抑制造成蛆齿的变形炼球菌的繁殖。 洋葱,洋葱里的硫化合物是强有力的抗菌物,能杀灭造成蛆齿的变形炼球菌,尤其以新鲜的生洋葱效果更佳。 富含为C的果蔬,番茄,青花菜,甘蓝,奇异果,柑橘,木瓜,草莓等果蔬,是维生素C的最佳来源。 多吃些,不仅能补充体力,还能保护牙齿。 多吃些,不仅能补充体力,还能保护牙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